我會再次出現在這個採訪呢 不是為了要炒作 也不是要說泰國警察哪裡錯了 只是因為我不想要被抹黑 但我也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完全的還原了 我們是四個人被收兩萬期 不是說我一個人被收兩萬期 好 以及我被我認知到的是 我必須要配合零檢 必須要讓我們知道說我犯了什麼錯 電子煙跟沒帶護照是犯法沒錯 但我們要把重點犯在對的地方 也就是我要強調的是 如果是違法應該要開罰單 而我受到的指定是 要我們一群人付錢並且避開攝影機 那其他的我覺得就交給大家評斷 因為大家都是心裡有答案的 我們一行人就分兩車 就是要回飯店 然後就是被載到零檢站這樣子 然後警察一開始會先收你的身體 就是或者是看你的包包 然後看你身上有多少現金 他是想要看你有沒有賭品 但其實他是要看你身上有多少現金 然後會用各種理由 然後包括當下我要跟另一車的人說 我被就是零檢了 然後他也會用翻譯看我說了什麼 然後當時我有拍照 然後他就要我立刻刪掉 而且要跑到那個垃圾桶去 確認我刪掉了之後 再回到原本的去確認我是不是刪掉了 然後以及看了我翻譯說了什麼 然後就是耗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他就是說 那我們數兩萬七給他 然後要避開攝影機 因為是在中國大使館前面 他有一些CCTV這樣子 好那個我想要說我會再次出現在這個採訪呢 不是為了要炒作 也不是要說泰國警察哪裡錯了 只是因為我不想要被抹黑 但我也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完全的還原了 那首先我要說的是 入檢的狀況 因為呢 泰國的夜店一點關 前面我先幫朋友叫了計程車 送他們上車之後呢 我再等另一台GRAP 就是他們的計程車 那從等車到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總共是兩到三個小時 也就是一點到三點多 那發生事情的時候呢 也就是在入檢的當下 我是沒有辦法用手機的 所以他們會對於這個47分鐘 我說兩三個小時有質疑的問題呢 就是說我是沒有用手機的 沒辦法用手機的 所以我對時間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那從我們被攔之後呢 下車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查包包 那我想要跟另一車的朋友說我被領檢了 並且隨手拍告知說我們被領檢了 立刻就被警察說 這個是禁止的 並且要求刪除 那當下警察還用翻譯看我跟朋友說了什麼 我都是很清醒的狀態 也不是像他們說的喝醉了 那之後我就是會用 之後就是我會泰文的朋友在跟警察溝通的 我就是一直在旁邊等候 那也許是因為溝通不良 但最後的結果 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要我們數27000 避開攝影機 隨後他拿進電子煙膠拍照 然後那個警察派了另一輛計程車讓我們走 原本的第一輛計程車在一段時間之後 警察就請他先走了 所以我們是分別做了兩輛的計程車 好 喝醉事件 要如何證明我醉了 以及電子煙事件 當下入檢的時候呢 我是沒有電子煙的 我不確定其他人有沒有 但是針對我自己我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八個人兩輛車 我不可能無端的去收他們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呢 最後離開的時候 警察把電子煙放在我手上然後拍照 而且在零檢的時候沒有人會這麼囂張 敢在零檢的時候大方的抽煙 而且他們每一個都有槍 他們都是有武器的 我不可能在那裡發酒瘋 我不可能就是想說 我不要命了 我在那邊大鬧離檢站 那指控說電子煙事 我的要怎麼證明呢 照片影片都被刪掉了 那他們收錢也看不清楚 那在有監控的情況下 我怎麼會去亂說呢 我可以說大一點的金額啊 我怎麼不說20萬 為什麼我要說27萬 我可以說大一點啊 我也可以再說50萬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當下持有電子煙 可以開罰單給我 我不但沒有收到 還被停留了許久 被收27萬 那飯店的熱監視器畫面呢 我是在飯店被收黑錢 還是我是在零檢的時候收到黑錢呢 那他們一邊說我是危險人物 另一邊又說我看起來不危險 所以放我走了 那如果是不危險 就不應該花45分鐘左右時間 在那裡逗留了不是嗎 那關於夜市的事件 他們說為什麼路檢完會去 還可以逛夜市 零檢完我們本來就是要去吃東西 而且飯店也在夜市旁邊 所以零檢完才會出現在那條街上 另外呢 在零檢的當下 他摸我們另一個男生的口袋 也就是在夜市的那個畫面 走在比較前面矮的那個 沒有刺青的那個男生 他有摸他的口袋 他用手機擋住了 所以我們是還有錢的 只是我們告訴警察說 這是我們全部的錢了 所以呢 給錢的是會說 泰文的那個男生 然後請那比較矮的男生 跟另一個男生過來遮住 然後他請我們用 就是數錢給他錢 所以不是說 而且他們在說我那個包包 我覺得媒體也都已經做了實驗 放放下這個錢 無關放放下那些錢 我們四個人 我們是四個人被收兩萬七 不是說我一個人被收兩萬七 好 以及我被我認知到的是 我必須要配合零檢 必須要讓我們知道說我犯了什麼錯 電子煙跟沒帶護照是犯法沒錯 我們要把重點放在對的地方 也就是我要強調的是 如果是違法應該要開罰單 而我受到的指定是 要我們一群人付錢並且避開攝影機 那其他的我覺得就交給大家評斷 因為大家都是心裡有答案的 會讓我回國接受訪問的重點在於 我在零檢站花了比其他人更長的時間 而且當下有會用簡單泰文溝通的朋友在場 那我們嘗試溝通 沒有無效應的溝通 很顯然目標不一致 在沒有告知自己被犯了什麼錯的情況下 也沒有被開罰單的情況下被收費 主要呢我是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 讓大家有一個警覺 那我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我不知道會得到那麼大迴響 我也配合調查了 其他的事情我就交代完了就到這邊 照顧 待我們 要把這創人一起保護 在那裡 我們拍照 我們拍照